后世宇文雍 待见史皇帝 拜见汉高帝 你也是宇文户 扶持登基的吗 回史皇 是的 岂不又是傀儡皇帝 我17岁登基 历时12年 终于杀了宇文户 有意思 说与朕听听 宇文雍 宇文爵 宇文玉 是一母兄弟 皆是堂兄宇文户的傀儡皇帝 但不同的是宇文雍反抗成功了 于公元572年 终于诛杀了宇文户 开始赌掌朝政 后推行复兵制与军填制 将兵权逐渐收回 由自己掌控 并开始扩大兵源 进攻高位所掌控的北七 公元576年 兵分七路伐旗 攻陷北七都城 诛杀高位父子二人 灭亡北七 由此 北方再次一同 宇文雍在位期间 均一民为先 失足的好皇帝一枚 公元578年 宇文雍病逝 年仅36岁 北周灭北七 实属天意 谁让高位杀了蓝陵王 杀了虎绿光 这下好了吧 宇文雍转头就灭了北七 你爹呢 你 不要过来 我是你爷爷 我驾崩的时候 你才六岁不到 真 真的是皇爷爷 皇爷爷 周朝王了 我才刚刚统一北方啊 北周第四类皇帝 是宇文雍的长子 宇文雍 即位后沉迷九色 暴战荒淫 与高位同出一辙 为了快活知道 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 就禅位给了儿子宇文产 自己当了太上皇 继续享乐 没多久 便掏空身子而亡 小娃娃宇文产 当了两年多皇帝 后被迫禅位于大丞相杨靖 杨靖建建立随朝 北周自此灭亡 梁 杨靖 我毁啊 毁个毛啊 谁家没个败家子呢 无愧是猛男啊 说这话勇气可讲 嗯 当年其父杨忠 得到了我父的重用 杨忠死后 杨靖世袭爵位 我还特意将他的长女杨丽华 立为了太子妃 对他更是器重 曾有人劝过我 说杨靖此人绝不是甘为臣子之人 但我当时非常信任杨靖 还曾言 帝王自有天命在 旁人又能奈何 可没成想 他 他竟真的夺了北周基业 我毁啊 你自己不都做了吗 自由天命又能奈何 探开点吧 王莽 方才宇文雍所说知人如何 回告族 骗 朕的咸阳宫啊 真哥 不关我事啊 你呀的 还想不让人手画呢 我只想索去想 王莽 以后你不准入朕的咸阳宫 世皇 我冤啊 我才冤啊 朕命你速速修缮 每日不工作八个时辰 不准休息 世皇 时间胆位用错了 是八个小时 朕说的就是八个时辰 杀 陈虚 你可算来了 既我而懦弱 窜他皇位 你还有当叔父的样吗 嗯 皇兄啊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自己不也是夺了陈昌的皇位吗 放屁 那是宣皇后主动命我入宫登基的 能和你一样吗 后世陈虚拜见世皇 拜见高祖 等一下 王莽 你先推出丁歪吧 哈哈 出去出去 好了 起来吧 你且继续说 不 陈虚废除陈伯宗后 自立为敌 在位期间 国家比较安定 政治也较为清明 当时 北周约陈共伐起 陈虚派大将无名撤北伐 攻占了吕梁和兽阳等地 可陈虚的目的只是华白而首 苟安江南 因此停滨淮南 坐视了灭齐的两戒 北周灭了北七后 陈虚这才懊悔不已 等陈虚反应过来再想北伐时 北周却是已经掉转枪头 开始进攻南辰 被北周打得节节败退 南辰摇摇欲坠 你是猪马 就在旁边看着北周灭齐 动也不动 我怎么知道他灭得这么快 嘿嘿 过奖过奖 过 陈虚无果不法 但陈虚你等单挑解决恩怨 下去吧 刚才是我失手 这次我定会动真格了 给我走 走就走 别以为你是我哥 我就会怕你 你也给我出来 拉上我干嘛 你们单挑别带上我 我